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杨树安 我是金融阿宅咖喱头的负责人 的第二代 从1983年我伯爸到现在 已经有差不多38年的历史了 我伯爸是跟我伯婆学 学了我伯婆才慢慢去研究 改那个taste 才在1983年才开始卖这个咖喱头 我爸干点那代是叫金融饭店 是专卖点心也是比较出名的 过后他去世的过后就没有人接手 变成我爸爸接手 就变成金融阿宅咖喱头 煮的顺序我们是会先煮菜 我们菜有放羊角豆 肠豆 番茄 腐皮 先煮 煮的它才会放鱼头去煮 因为这样子菜比较软 然后鱼就不会太绵 就会保持那个味道 我们每一天早上都会来新鲜的鱼头 然后快速的洗 洗了过后就快速的去冷冻 我们煮这个改鱼头 我们坚持都是用这个sapo去煮 它的原因就是可以保热 点也保持那个新鲜度的那个味道 我们的鱼是有分三种 有我们叫昂佐 昂果利根或者是昂贵 差不多五点多六点就到点了 早上然后准备到应该是八九点才开始 凌热鱼 就去熬熬这个汤从六点开始了 熬那个汤熬到整八点两个小时 我们的任何一个材料 我们都是全部用新鲜的 椰浆啊 咖喱粉啊 OK 椰浆我们都是用 他们早上去用 machine去弄的 那种新鲜的 然后咖喱粉就是一定是上等贵的 还有我们的辣椒 自己弄的辣椒也是一样 我们的汤头是大人小孩都适合 都可以适合喝的 用来喝的都没有问题的 也不会太烂 顺口